亲爱的篮球,当我还是一个六四男孩时,我就深深爱上了你,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最道的镜头,我只看到我自己,用尽全力奔跑,但是我的身体知道是时候说再见了,为什么这么多人爱柯比?答案很简单,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传奇,前天朋友圈举办了一场青春告别仪式,那就是柯比球衣退役。 12月19日,胡人主场迎战勇士,中场休息时,斯台普斯球馆举行了柯比球衣退役仪式,8号与24号球衣在胡人永远封存,柯比也成为NBA历史上同时退役两件球衣的球员,就算有人不爱篮球,但也一定知道柯比,柯比效力胡人队这20年里,拿过5次NBA总冠军,2次奥运冠军,16次入选全明星队,紫金荣耀20载,漫巴游是少年郎, 这次柯比的两件球衣退役,也是完完整整地给柯比的篮球生涯画上了句号,他称不上完美球员,但无论喜欢或讨厌,柯比之于中国球迷,仍是无可否用的传奇,不折不扣的斗士,回顾柯比的职业生涯,就是一部推人奋进的奋斗史。 1996年,且柯比一直效力于NBA洛杉矶湖人队,2001年,柯比花了一个夏天练习,每日2000个跳投,他迫不及待地想展示这一切,2003年,柯比回遇参半,遇到了职业生涯的转折,2006年,他是黑曼巴,读学班的目光背后是对阵猛龙的比赛里,81分的惊人战绩。 2008年,他成为奥运会冠军,2009年,他站在了自己的巅峰,第一个总决赛MVP,属于自己的第一个总冠军,2010年,举起了自己第二座总冠军,2013年,跟肩断裂,复出,受伤,复出,受伤,复出,2016年,告别球场,柯比的职业生涯始于NBA正式进入中国的90年代中期,巅峰期恰逢在北京举办的2008年奥运会。 从小飞侠到飞麦巴,从8号到24号,20年的光辉岁月,多少人是在这20年随着柯比从年少轻狂进入成长后的沉着冷静,时间总是最公平的。 当你从学校迈入工作,也是柯比换下了8号球衣,穿上了24号球衣,柯比的篮球时代是真的要结束了,也许这是最后一次在NBA的赛场上出现柯比,但商人柯比才刚刚登场,柯比NBA历史上成功的巨星之一。 在柯比20年的职业生涯,薪金总额达到3.28亿美元,排名NBA历史薪资榜第二位,2013-2014赛季,柯比的税前年薪高达3045万美元,与胡人签订的最后一份合同维续两年,总价值又为4850万美元。 除了3亿多美元的薪金,柯比至少拥有3亿多美元的代言备用。 1996年,刚进入NBA,阿比达斯就与这位未来天王签订了为76年价值4800万美元的赞助合同,后来柯比维与耐克签约,主动拒绝了与阿比续约。 2001年,世界最大的快餐连锁店之一的麦当劳,以1000万美元的合同与柯比签约三年,能与麦当劳签约表明柯比已经进入到超级巨星的行列,要知道飞人乔丹和大鸟博德等举行曾经是其代言人。 2003年6月,柯比与世界最大的体育品牌耐克签约,金额为4500万美元。 2007年6月,柯比与耐克成功续约,具体金额虽然没有对外公布,保守估计不会低于2003年的那个的合同价。 2010年12月,柯比与土耳其航空签署了一份两年的合同,成为了土耳其航空公司的全球品牌大使。 2011年2月,柯比与梅塞德斯奔驰签约,成为Smart中国区品牌大使。 2013年1月,联想集团宣布柯比出任联想智能手机,中国及东南亚地区代言人,签约时间为一年。 2015年福布斯评出的体坛收入最高的20位运动员榜单。 过去10年中,柯比总收入为4.75亿美元,位列第三,在NBA球员中高居第一。 毫无疑问,柯比世纪乔丹之后,NBA历史上,最成功,也是最有商业价值的巨星。 篮球场上的巨星变身为商界巨星,柯比的商业布局远比想象中大。 从我21岁开始,我就会长得时间冥想,问自己在退役后做什么。 柯比曾在接受美国《决定记事报》的采访时说,最困难的部分,就是你要找到除了篮球以外,自己的兴趣在哪里。 幸运的是,柯比找到了方向,柯比在商业上不断地向资深人士取经,不断地做积累。 意大利著名商业设计师乔治·阿玛尼,马云等都是他取经的对象。 柯比的投资涉及地产,地产,运动饮料,影视,基金。 2013年,柯比养商时,就注册成立了柯比公司,主要负责柯比本人商业活动和市场投资。 2014年,柯比花了580万美元,买下了位于加州纽多特海滩附近的一处地产。 计划将此作为柯比公司的总部大楼。 2014年,柯比投资的第一个项目是新兴的运动饮料品牌BodyArmor。 据福布斯透露,柯比投资了超过600万美元,取得了该公司10%的股权,同时成为了这个饮料品牌的第三大股东。 2015年,柯比进军中国市场和阿里,新浪达成三方合作,发布柯比纪录片Muse,成立了柯比工作室Covid Studios,作为柯比公司的分支,全力发展体验影视产业。 2016年,柯比正式退役后,花大精力运营基金。 柯比和资深投资者杰夫斯蒂贝尔·Gestible共同建立了一支规模为1亿美元的风投基金Bland Steeble。 主要投资科技、媒体和数据公司不完全统计。 目前,柯比的基金公司已经投资了15家企业。 如果你要创造属于自己的品牌,你就不能像个木偶一样坐在那里,而是应该创造属于自己的东西。 退下子金球衣39岁的柯比,穿起西装成功走上商场,硅谷知名天使投资人Chris Secker的回忆。 他说,跟柯比第一次见面时,他告诉柯比好好学习,多读读相关文章,看看他的视频,如果你是认真的,我会教你怎么投资。 之后他经常在半夜或者凌晨两三点接到柯比电话,柯比能从一个篮球巨星在退役后成功地建立自己的商业帝国,与他的勤奋刻苦分不开。 我们喜欢柯比,不仅仅因为他是昔日的篮球巨星如今的投资新贵。